他們一直以來都是我最大的粉絲 我開了每一場演唱會他們都會到 搭高鐵去外縣市演出 然後回台北他們就會知道說 他現在要搭高鐵回來 我要不要去車站接你 我不會覺得這件事情是麻煩他們 因為我覺得我會很珍惜這一些短暫的 可以跟他們相處的時間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他們從小到大都會一直在灌輸我 就是要做什麼都可以 不要學壞就好 我覺得這就是 讓我一直維持是這是我人生的原則 當我說我想要 這輩子想要只玩音樂 我想靠音樂賺錢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心裡 一定多少會有一些擔心跟糾結 但是他們還是 也不會說不要 他們就說那你就去 那你就 至少把 你的學業還是維持住 你至少有一個大學文憑嘛 你不要學壞就好了 我好像沒有到 真的是什麼 因為很叛逆的一個長期一段時間 有啊 就是那種說謊的時候 我在小學裡面跟同學打架 打完架的時候 然後老師就很生氣嘛 就罰站你們兩個 我要跟你們兩個爸媽講 然後我就 我就跟那個同學 被我打的 或是打我的那個同學 然後串通說 嘿 還是我們假裝說 我們沒有這件事發生 回去之後 另外一個同學可能就跟爸媽講了 或是 或是再跟老師講了 像是被警察審問的時候 然後我的同夥自己跟警察 跟警察供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被罵 然後老師就會跟爸媽講 他媽媽就說 你怎麼可以說好 這樣子 所以他們氣的是 不是我打架 他們氣的是我說好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我幹嘛要這樣子 就是不如一次就跟他們講完 這樣子 這樣子 錯就是錯 對就是對 那時候飛機捷的歌詞 就是跟著我到處去飛 然後 然後 我去工作 他們去玩這樣子 在演藝圈 其實他們一直都是 存在在各個地方 比如說我去 台外開演唱會 我開每一場演唱會 他們都會到 他們一直以來都是 都是我最大的本事 他們甚至比我 自己還清楚我的 就是每一個動向 比如說我們今天專訪好了 到時候上架的時候 他們可能比我還早看到 因為我們家的溝通 其實都還蠻 蠻 蠻 蠻勇敢的 不會去 隱藏自己的情感或什麼的 我是 不會 不會害是要跟一家人說 愛你啊 然後爸媽媽媽也是 就是時常 時常就是 比如說 看到我的行動 最近就要辛苦什麼 他們會發來 傳一段暖心的話 跟家人幾乎是無話不談的 對啊 所以我有時候會報喜不報憂 有些什麼生病呢 我覺得 好了之後才講 但我爸媽也算是 心理是蠻強的 畢竟他們都要follow我 在網路上一舉一動 當然 酸民的事情 他們也會一起看到 對 所以有時候他們都會 也會跟我講說 不用理他們 酸民 因為我還懂這個網路生態 我爸媽 差不多55 因為我爸的那個 身體沒有料很好 脊椎沒有很好 所以會壓不到神經 他做事情很多 就是久戰什麼 就會痛 所以 所以才 比較早退休 稍微比較嚴重一點的時候 我剛好也 比較有知名度 開始賺錢了 他就比較放心 他們現在 就是 在花蓮 或是台北到處跑 我們現在沒有住在一起 但是 我們大概每兩天 兩三天 就會通一次電話 然後 其實訊息是每天都在傳的 我們家裡的群組 是每天都在報備 爸媽他們 很可愛 就是他們去做什麼事情 他們都會跟我報備 就跟在群組裡面講說 我們現在 要去 要去桌球比賽了 然後 他們就會 他們又去哪裡玩 去哪裡住 拍他們的照片上來 就是他們現在就是 有一點退休生活 很開心 這樣 兒子可以幫他們 扛所有的家計 這樣 他們就是開心的生活 然後 他們在家就寫的沒事 他們就覺得 我每天工作很辛苦 看可不可以幫我 分擔一點 什麼事情 這樣子 所以 我就會把形式力 開給他們 然後讓他們知道說 有時候我可能 搭高鐵去外縣市演出 然後回台北 他們就知道說 他現在要搭高鐵回來 我要不要去車站接你 我不會覺得這件事情 是麻煩他們或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會很珍惜 這一些短暫的 可以跟他們相處的時間 這樣子 我記得之前 我說你剛進到的 身後的收入 我都是可以嗎 現在就是 有點 財富自由 財富自由 現在有點 現在有點微微 我只要可以去便利商店 隨便想買什麼 就買什麼 對我來說就是財富自由 對 就是我爸媽他們還是有我所有的 經濟的 的 授權 就是比如說我銀行的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很常幫我處理帳 他們也不是說控制我的經濟 就是 就是我 我讓他們掌管 我可以自己比較輕鬆一些 對 對 對 我們現在都是租房子 有在努力幫他們買一間房子 對 對 對 好像還好耶 畢竟我做什麼事情他們都知道 所以 所以其實很難 很難有什麼驚喜 其實我 我爸媽他們還蠻 很可愛就是他們 對他們來說 我現在 能給他們驚喜 就是我又接了什麼代言 之前接了麥當勞的廣告 他們就會 哇 你接了麥當勞的廣告 或是 你們要開銷去代演唱會了 他們就是這種事情他們都會 讓他們都非常 他們就會很開心 其實他們 已經現在就是 就我很開心 他們現在就是一個很 以我為榮的狀態 其實他們都不太會 逼迫這些 他們對於我的人生都很 尊重我的意見 其實我覺得會有 一點點的壓力 就是我會擔心 未來就是 哇 我要怎麼樣可以像他們一樣 當我這麼好的爸媽 我好怕以後我教我的小孩 我沒辦法像他們 就是給我的這種愛 這種感覺 覺得這麼的舒服自在 嗨 大家好 我是秀樓敬碩 第三屆旺旺旺孝心獎 報名已經開始了 孝順不只是陪伴 更要勇敢的對家人 表達你的愛 愛要及時 歡迎透過詞曲創作 還有短影片 來投稿 分享 你對家人的愛 外面的世界 紛紛擾擾 請不要擔心 你幾乖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心默默的差異 全心守護你